身穿POLO衫 長褲和藍白拖 永鋒盡控前董座 核瘦穿重獲自由 在親友搀扶之下走出法院 面對鏡頭沒有說半句話 卻不斷露出微笑 心情似乎相當好 對比他曾經在收押期間 因為右肾病變 白洗球下降 介護就醫 主治醫師還建議不適合收押 這回氣色紅潤走出法院 身材也沒有特別消瘦 外表看不出有任何重病情形 何社川因為涉嫌違反背信罪 遭判具體求刑12年 台北地方法院17號晚間裁定 以4億元台幣交保 成了史上第二高的交保金額 沒有想到親友們就在80分鐘內 就把這天價的現金籌到手 一箱一箱扛進法院 拆開膠帶 打開4個行李箱和4個紙箱 裡頭裝滿2000元面額的現鈔 檢方調查何社川因為涉嫌 透過永鋒金控以及永鋒魚集團 操控海外公司 投資上海1788大樓 被檢方依違反證交法 金控法起訴 誇張的是何社川收押旗艦 竟然把看守所當作辦公室 審批公文透過律師攜帶文件 塑造全案都是政治操作 而當中的三名律師 分別是企業家的御用律師 陳燕熙 余明賢還有李傳侯 歡迎想要藉此遙控公司 甚至還傳出由永鋒員工 冒充媒體闖進地檢署會議室 檢調從六月開始 偵辦永鋒金 搜索三寶集團 沒想到三寶董娘廖宜英 竟然撕毀何社川1788大樓 股權潤力分配表 藏進沙發裡頭 懷疑想要滅政 另外永鋒金 並還更出現了關鍵角色 黃旭宗 他是三寶建設的財務主管 規劃執行投資1788大樓 這回轉為污點證人 攻出何社川與李俊傑犯罪事證 警方為了保護他 完全不讓外界知道 他道案說明 何社川以四億元交保 卻還是遭到限制出境 每天早上都得到 博外陸派出所報道 甚至還傳出 永鋒於生計 違法增待案 現在還在持續偵辦當中 記者侯允香 郭仙陽 李傑 台北策劃報道